感謝阿楓跟淑慧他們兩位 我想那個 這種影片的製作 其實都是 相對於我們看到的最後的成品 他的背後其實是 很漫長的過程 都是一些其實蠻浩大的工程 我們看到可能 十分鐘一小時的影片 他們前面的製作 準備 然後投入的 心思 體力 跟資源 可能是 很多很多背 那 他們今天就是 我想他們分享的其實也是 他們這幾年 這些積累的經歷 其實也都是一部分 真的 這裡面點點體力可以講的太多了 那 接下來就是把時間 教給大家 看大家有什麼問題要問他們 或者是說 也有你們想要分享的部分 我們再來複習一些手勢 就是有新的提案 就這樣子 然後如果說有回應前面的 就舉兩次 有回應前面的一塊 我就舉兩次 然後就是聽了很快 很符合你的想像 我應該是說你 你贊同的 做這個手勢 這是民主審議的一個 一個手勢 這樣子 沒有人 就是 我希望大家可以 多說說你們的想法 還有 你給我們的回應 這樣子 謝謝 先三個問題好了 我們照個情緒這樣 先三個問題 我們照個情緒這樣 先三個問題 我們照個情緒這樣 大家也一起 OK 你好 就是 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 剛剛在版核的影片中 他就說 微微是茶魚耶 偏單是完豬頭 就是 他一直不限repeat這句話 然後我就 就一直想不懂 為什麼 就是一直說這樣 請你幫我解剖 好 先收集三個問題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哪位要 加油 我想問那個 就是剛剛淑慧跟阿峰也有提到 就是 在你們拍片 或者是說 參與這個拍片 就是這些運動場合的 拍片過程當中 那你們要 你們怎麼去界定自己是 一個紀錄片的工作者 或者是那個 所謂的運動者的那個角色 那 什麼時候你們會不會有那種 就是說 因為我是不是過度的借助 或是我到什麼時候 我應該要停止的那個戒心 因為應該是 沒有辦法講清楚 就是說自己的那個 內心的掙扎 或者是什麼時候該 到什麼地步 那什麼時候 你是那個紀錄者 那什麼時候是那個運動者的 的那個想法這樣 就是我想問就是你們 想要跟你們議題的時候 不是可能都需要 蹲點在那邊一陣子 那我想問就是這蹲點 可能你們會在那邊租個房子 或是 或是利用 如果我這樣 助於社或是什麼 我不知道 就是想要請問這塊 那個分點的 就是這一個方面的問題 對 謝謝 好 兩位 OK 那先從最近的這個問題回應 就是蹲點的話 其實像我們在 惡靈相識寮那邊 周克思琪這個意義的蹲點 我們其實就是在 直接在惡靈那邊就是 相思寮那個聚落附近 一個叫做萬和里的一個 像是集村的地方 然後租了房子 租在那邊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然後才可以比較就近的去做紀錄 然後也做陪搭的動作這樣子 那是我們在那個地方的蹲點的心態 然後我們在宜蘭開行見村的有機夢 就是拍這個紀錄片的時候 我們在那邊的蹲點 其實是住在朋友家裡 住在朋友家裡 因為剛好有朋友就是 但是他有空的房間可以提供給我們 就是坐在那邊的一個基地這樣 然後再來是這位朋友提的那個 那是萬豬囉 這樣這個一直Repeat 其實整個他的說法是說 如果你太嚴肅去看這個事情的話 你就輸掉了 你就輸了 太嚴肅的看這些事情 他其實是一種骨手的方式 他是在掌握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東西花那麼多錢 花那麼多錢 就是合四的反應花那麼多錢 然後那個卻沒有辦法入轉 然後卻是那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的反諷的方式就說 應該都是差異的 然後我可以拿習慣住了 因為他的那個 他就是用一種反諷的方式來說 他說不要太認真 認真的話你就輸了 所以那個影片是一種酷手的方式 他的整首歌曲也是一種酷手的方式 因為有很多人會問說 那個反諷的歌曲跟那個誰啊 其實到底什麼關係 他就把他吵在一起 其實陳生他那個應該是查 因為其實他有點在反諷 他其實是一個很陽春的 很陽春的是一個品裝的 然後反正就是裡面是什麼 裡面是什麼沒有人知道 你就對外面講 你就說你就是 就是合四場啊 然後就要花多少錢花多少錢 然後就預算一直追加 他是有點這樣的一個意思 然後 加油 就其實自己角色的拿捏 其實應該這樣講 我自己的背景我是唸電影 然後唸電影是拍 我是學劇情片的 然後紀錄片其實我是一個自學的狀態 然後 然後就自己一路就拍過來 然後摸索 然後跟一些朋友考慮這樣的自學狀態 所以等於說從以往 就是一種直覺式的一種拍攝 然後一直到轉化為自覺式的這個過程當中 然後就角色的拿捏 尤其在議題的一個參與的部分 對 這其實是 就經常自己要去面對 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有幾個關鍵點 就包括我剛才講的 就比如說 比如說在相思寮遇到的時候 其實我一方面是一個拍攝者 一方面我也是一個運動參與者 對 但是在現場的時候 我知道我現在最需要的事情就是我對嘛 我就是扮著這個角色 譬如說我在刑建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我們在做刑建村的有機夢 就是他們在進入那個有機村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在現場是一個拍攝者 可是我攝影機關掉的時候 其實我跟他們是一個朋友關係 陪伴關係 或是跟他們一起討論 討論就是現在 你們合作是遇到一些狀況 然後我在外面接觸到 其實有一些人怎麼做 然後相關的訊息會提供給他們 然後有一些年輕 那就是說有一個角色的轉化 我今天還在跟楚慧聊 就是去年的三二四 三二四剛好是我們那時候 剛好是我做公式人生劇展加油 我們去年剛好是三二三 就等於首播 有一個司令會 然後播完之後那一天晚上 因為三一八那段時間我不在國內 就我跟楚慧不在國內 然後那一天三二三剛好我們剛回來 然後就去首映完之後 然後就等於就跑去立法院 然後跑去立法院的時候 就聽說已經重新去行政院了 然後就想說 那是有些朋友在那邊 然後需要職業 然後想去看一下 然後那時候其實心裡頭是想說 我們要趕末班高鐵回來 因為隔天是我爸的記者 對 所以我想趕末班高鐵回來 然後到現場之後我就發現 那一邊的一個 就是那一種的民眾群眾 對 其實很多是素人 就是很少上街頭的 然後那一天的狀況又進入到行政院裡面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蘇慧想說 不行 我們應該留在那一邊 那留在那一邊 我們扮演的是一個什麼角色 就是說因為我們在過往 在很多的一個街頭運動的一個現場 我們要大概知道是什麼狀況 那那一天的狀況我會覺得我們需要扮演 就是說那一天那麼多人 如果有人起哄的話 有的人現場會亂掉 所以我們一定要扮演那一種在現場 當有人要起哄 或說對 就是扮演那種安撫現場 那些民眾的情緒的一種角色 所以我們那一天其實在那一邊 扮演的其實是這個角色 好 那我說我的一個反思是在於 第一點 那一天我剛從國外回來 我身上沒有攝影機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扮演拍攝的這個角色 可是然後事實上我會覺得當下 我那時候其實也還不知道 就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在行政院裡面 我也還不知道 所以在現場會覺得 先扮演那種安撫的一個角色 然後在現場看的狀況 然後所以那一天 三二四期是我第一次在街頭現場拿麥克風 就是說其實我以往通常是拿著攝影機 那一天開始 對 我在變成在 又另外一個角色 另外一個階段一個轉換 就是變成在現場拿麥克風的人 好 那一天後來發生衝突 然後其實我是因為是拿麥克風的人 其實我是第一波被架出去 然後架出去 一點都被架出去 然後那時候跟著我在身邊的 有一個阿姨還有幾個年輕人被拖出去 然後他們嚇壞 說要陪他們出去 然後甚至帶他們去台大 台大醫院那一天去掛急診 然後就是去驗傷 就是保留那個資料 可能之後我想說之後應該 要就提字數之類的會用到 可是我那天出來之後 其實我很狼狽 那種很狼狽是因為 我鞋子其實就剩下一腳 就是被抬的過程當中 然後其實我自己也有一點受傷 然後那時候的講法就是說 你行政院離開之後 其實就是離開就是到那個 就到立法院去 所以到立法院然後帶他們去 那個對 開大醫院 可是當我後來那一天 處理到一個段落 我那一天早上要搭高鐵回來的時候 我經過行政院我忘了好像遇到老單還是遇到誰 我就忘了 凌晨五點多 然後其實那時候其實整個 整個那個現場其實 還沒有清空 還沒有清空 所以那時候其實 我說我的反思就在於就是說 那我的一個 紀錄片工作者的一個角色在哪裡 在這過程當中不見 所以這個東西對我而言 其實是後來 後來我們在做 太陽不遠的計畫 這個部分的時候 其實我本身對這個部分一直等於離開 然後後來就是說 323就是等於說 整個318運動到一個段落之後 接著另外一波是427 427 428佔領中校系 對 就是那個 那個反核的那一波活動 那一波我就想說 所以就不能再重蹈覆測 所以我既要去現場參與 然後在現場需要我協力的部分 對 就是我協力 但是對於我需要拍攝的這個部分 這個角色 對 我就還是要做準備 對 所以那一天呢 那一天變成 就是我們在現場 就是還沒來清場之前 對 我是拿麥克風的人 對 然後清場之後被搬 搬出去之後 對 然後我就拿著攝影機回來 開始拍這樣 就開始拍這樣 這就是另外一個 一個角色的轉換 而且還因應 就我說這種東西是動態的 而且那一種我們必須要再 要再精進 就是說因應他們會噴水的時候 後來我還要去買那個防水的攝影機 就是這樣的一個動態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樣有算回覆到嗎 那阿峰的那個角色轉換是從那個拿攝影機 到就是拿麥克風這樣轉換 那我的轉換呢 其實是從扛攝影機腳架轉換到被人拍 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那個其實是回到我最初參與 參與一些公平行動的一個形態 就是去到現場 然後除了我可以支援的事情之外 那我就是進座觀察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一次碰到一個比較強勢的一個驅靈這樣子 那在運動當中 其實有時候我跟阿峰的角色 其實我們是互補的 就像剛剛阿峰他說到 他拿攝影機在拍的時候 那可是有時候又需要一些運動上的一個溝通 比如說像在那個相思聊那邊 就必須要有人再去跟那些老人家們 去說明一些事情的時候 可是他正在拍攝 所以那個變的那個角色就是 會是我去跟鋸魚做說明這樣 去傳達一些事情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很多的這個運動場合上面 那個角色其實是一直都在 怎麼講 我們也都學了在怎麼拿捏那個角色 所以就像那個剛剛說的 就是那個一個攝影助理 那就是有時候就是會被導演說 你不要去那邊 你不要在那邊畫口 那就是一種我自己 我自己的一個模糊 我沒有我沒有掌握得很好的一個狀態 那這其實也是一個 一個學習的過程 好 好 那個今天時間有點超過了 好 那再 如果還有問題的話再三個 好吧 我想問他後面儲惠師 就是心中09年他現在大概是 5年多6年的時間嘛 那這個工作中就有遇到說 想要就是停止 不要再從事去跟這個工作 或者是說是怎麼樣的動力 讓你可以持續現在6年的時間 就是往後會繼續就是走 有這樣的方式去做一些事情 還有嗎 幹嘛 還是阿公會直接回事 我還是有這個問題 有什麼問題 因為獨立製片 我想當然就是說 你跟以前很多事情很獨立 包括你的財務狀況 而且我知道拍這影片 之前我跟李慧琳導演在台北有談 稍微問一下 他說其實他整個紀錄片的線有好起來的 長線的 短線的 這整個操作 但是不管長線短線 我知道 包括你像是27年目前還在追蹤 但這種轉就是還是要 如果平常一個人要來 他具備某些技術要來 而成為獨立製片 我想不是那麼容易 我想了解說這個財務方面 你如果去支持你這些東西 這些整個你背後 還有攝影機 還有很多 比如說分別的 很多 就是延伸出來很多備用 我想一般人 也不是那麼容易去支持這些東西 還有嗎 沒有的話 我想說 就是你做一個獨立製片 就是米迪在拍攝影片的過程中 你一定會有自己想要所有的話 那有沒有遇過那一種 就是拍片的過程中發現 事實跟你想著其實不太一致的 石頭石頭石頭 好 OK 那我先回回答鴨子這個部分 那個其實我們拍 在刑建村油肌夢的時候 那個其實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因為那時候我們去做 去 就是看到那個新聞 就是有一群農民 在地的農民 然後轉型要做油肌 然後種完之後 他們的米賣不出去 不曉得自己賣 然後整個網路上 網路上那個 那一種傳的那一種故事 就哇 這群農民非常有理想 然後非常樂趣這樣 後來其實我們去接觸之後 然後就問那個 阿老伯 你是怎麼開始做油肌 然後他就回答是 那船長有阿伯在照啊 然後就問那個 傭伯 你為什麼在做油肌 阿伯在照這裡你祝活他啊 然後就變成是這種狀況 然後我就想 哇 跟網路上的好像不太一樣 那怎麼辦 好 那你第一點你接觸了解之後 那你就要決定 然後再判斷 那你有沒有要繼續下去 還是你發覺就不一樣 那你就停止了 那那是就是 必須去做決定跟取捨的 那我所謂做決定跟取捨 其實我也不是說 欸 決定繼續拍下去的時候 我就忽略那個部分不管 不是 那是建立在基礎的一個認識 就 欸 他們就是這種狀況 阿你還要不要繼續拍下去 或是你要不要決定 就了解 你在做庭也去接觸之後 發現這種狀況 阿你還要拍他們嗎 還是你要換其他的 那就是一個決定 那時候我們會決定繼續拍下去 欸 那是一個台灣農村的一個現實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 欸 我發現在那裡有幾個人路非常有趣 然後那幾個人路 欸 我覺得拍下來是會滿有意思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決定繼續拍下去了 所以一定會有 就是說你想像跟阿能認知 就是跟現場的一個條件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一定會有 好 然後 什麼動力繼續下去 因為我們不只做紀錄片 然後像這樣的 我們今天分享的這些影片 其實是比較是有一點工作之餘的那一種參與 就相思聊其實不算 相思聊那時候我們是因為真的在那邊參與很深 然後就是也在那邊做紀錄片 對 然後所以那個部分是整個是跟 整個工作 絕大部分的時間有一段 0910有一段 差不多整整個一年的時間 其實是擺在相思聊那一邊的 對 然後其他的這些其實就是工作之餘的一種 所謂的公平參與 然後就是播一點時間 就是排一點時間 然後來想個腳本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然後過去做一點東西 比較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期就是也有做劇情片 公平設劇情片 差不多是這樣子 然後還有 嘉貝大哥的問題 財務 財務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一個議題 對 一個獨立資片工作者 然後尤其是一個紀錄片工作者 真的講實在話 在台灣 在台灣其實 開紀錄片 開紀錄片財務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然後那種很大的困難是在於開紀錄片 第一點你要找到資金 對 就是說你的管道其實是相當的有限的 然後第二點就是你找到資金之後 你拍完之後你影片的一個發行 在台灣基本上其實 我們不要講那個少數的幾部那種 上面線那樣什麼看見台灣那種 對 就絕大部分其實 絕大部分其實是 你一部分發行的管道其實都不是很緊急 對 然後 所以你光是維收這個部分 就是另外一個變態問題 對 你比如說在日本 他們會有很多的 全日本有上百家的那種所謂的 藝術系列 藝術店裡面 然後他們在一個獨立製片 或是他們的一個紀錄片工作者 他們的一個發行是可以透過這個網絡被看到的 那以歐洲來講他們紀錄片通常 他們會是上他們整個歐洲的跨國的那種 所謂的工電式系統 然後透過工電式系統 然後就是說這個版權是一個販售 然後取得他的一個資金 或是說他的一個播放的一個管道 對 然後在我們台灣或所謂的一個亞洲來講 其實紀錄片的一個播放管道跟發行管道是相對 相對是比較不健全的 那我想特別提一點的就是說 就是說之前我去中國的時候 然後發現我跟一個紀錄片導演聊 然後他講的一件事情那我非常像 他說就是他的05年的一部片子叫高山 就是高山高中三年級的高山這樣子 他紀錄了一群高山生 然後一年然後參與 等於說類似我們這一點就是要升學考的那個過程 然後那一部影片他都在中國 就是看過的人最起碼超過三千萬 因為他放在網路上 他跟網路的一個平台合作 然後超過三千萬 然後很多的老師會拿那個影片 然後就是你升到高山的時候 第一堂課就看這個影片 你接下來一年在面對的一個生活招呼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想到哇靠 原來紀錄片也可以讓那麼多人看到這樣子 然後那個影響力可以這麼大這樣 我就哇 就多了一點思考 好 好 你要先補充嗎 還是我 我可以再 繼續 可以嗎 可以嗎 我真的可以 我想 對 再用一點時間稍微講一下 其實我 我過去從09年到現在 其實有一段時間 就在參與議題參與運動 對然後 有很多的點點滴滴 對 然後我 我會 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 每個階段都會 都會 就必須面對自己 所做的事情 然後 跟當下要做一些反省跟思考 我每個人參與社會運動 公民運動 如果你沒有準備好 你經常會有所謂的運動傷害 我的運動傷害其實是大埔事件 大埔事件 張藥粉被拆掉了 那時候 我記得非常的深刻 那時候我完全沒辦法評分 因為那個運動已經 大家投入那麼久 然後張力做到 已經進行到那個狀態 而張藥粉被拆掉了 你沒辦法接受的原因是在於 在於就是苗栗縣政府 就是劉正宏 他就是找了一個藉口 就是硬要拆你 明明可以不用拆你 然後硬要拆 而且 而且他挑選 就是你上去台北 去總統府的時候 這一邊你北上 那這一邊 派遊覽車裝警察 然後去把 去把張藥粉拆掉 那時候我人在總統府 然後秀孫姐在旁邊 他聽到整個人昏倒 躺在地上 那個當下 那個 那個 在那個當下 其實 就是事情在進行 還沒有特別的感覺 隔一天之後 我發現我整個人幾乎是 就像蘇貴剛才講的那種運動慘患 我發現我不曉得怎麼繼續下去 真的不曉得怎麼繼續下去 面對這樣一個蠻恨的一個政府 然後 然後就抓著 抓著某一些那種法令 然後就是 就是要跟你硬幹 然後我們人民能做什麼 能做什麼 可是經過那一段時間 經過那一段時間其實 這幾年對我而言 我就會覺得 好 不管你今天是國民黨 是民進黨 不管是你什麼政黨輪替 或什麼之類的 我說不好意思 今天唯一台灣社會 能夠 能夠支撐台灣社會 然後可以 可以往所謂的一個公平正義 的方向走下去 可以讓這個社會 真的比較 比較 所謂健全公平 然後進步的那個力量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是我們公民社會的一個成熟 只有我們公民社會的一個成熟 夠成熟 然後你能夠去監督這些政府 我們能夠透過一些公民的一個參與 一定要透過 夠大的一個 夠多的一個公民參與 你才能監督 不管是哪一個政府 然後不要讓他們惡感 然後所以 這幾年 我在思考的反而其實是 回來中部之後 那怎麼來擴大一些所謂公民 公民參與的這種卷動 然後一些那種經驗的一種分享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 包括我們回來這兩年 然後就包括我們318之後 然後我們去年拍了 剛才信隆講的 就是年輕人參選的一場的部分 然後也記錄了去年罷免的第二階段 在紀錄我們中台灣的這一些公民 公民朋友們所做的一些事情 一些參與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也參與 就是說哲武 這樣的一個論壇 然後來這邊當事工 然後就其實說 透過這個機會可以認識更多人 然後大家可以有一些交流 然後可以有一些連結 對 好 以上 好 那我們今天就 先謝謝阿峰跟 儲惠的這些分享 然後 很感謝大家 一起參與到這麼晚 阿斯在這邊先預告 來 講一下預告 好 我們謝謝那個信隆 還有阿峰跟儲惠 欸 掌聲 謝謝阿峰 我覺得這場 比較有趣的是我們上禮拜 還沒有想到這一場要辦什麼 阿峰說阿峰我來講好了 所以我們就 擠擠擠 就把這一場擠出來了 來 所以這個剛剛就是 為什麼我們有辦法每個禮拜 都把那個活動擠出來 就是靠著大家小額的 抑注 如果說你待會要走的時候 你可以小額抑注一下我們 因為 其實折物是沒有營利的嘛 因為你們來應該沒有的 跟你們收錢吧 如果有的話那就是詐騙的 如果你們要被詐騙 不如我們來來這裡 好 那我們下禮拜 我們今天談的這個紀錄片 一個獨立製片 獨立製片 獨立影片工作者 這個運動的殘餘跟實踐 那我們下禮拜 剛好也是要談影片的事情 你們知道說台中有 台北有那個金馬銀展 那高雄有高雄 電影節 你們都比我知道 台北還有台北電影節 台北還有台北電影節 那台中有什麼 雙電展 那是幾年前的事情 對 那個也是好久以前的事情 已經是上個 沒有到上個幾號 兩三年前的事情 那台中其實這幾年下來 一直都沒有一個屬於台中 自己的一個影展 或者是所謂的電影節 這樣子這樣 在地的文化 或者是說這邊的文化 可以去做一點 在影片上面做一點交流 那今年好像在換了新政府之後 好像有這樣子的訊息丟出來 好像有 那我們下禮拜就是要來談 所謂的台中影展的 在地的文化人 對於台中影展的想像是什麼 那主講者 下禮拜你們就知道了 你們自己上網看 看文案 好不好 有人好像是有老單跟那個 木材 對 好 那我們下禮拜則無見 拜拜